陈小春一脚踢飞儿子饭碗 却让他在内鱼的身价翻了好几倍 当时节目组要求所有小朋友 往一个破了洞的缸里到花生里 只有到满到一定程度才能临走早餐 为的就是考验孩子们的应变能力 任务发布后 面对眼前这个有着大洞的道 其他孩子都想尽办法完成任务 可当轮到萱萱和Jasper时 却发生与之前完全相反的情况 萱萱进去之后努力地想要堵住洞口 不让花生米露出来 而一旁的Jasper不但没有选择帮忙 反而开始摆弄起了房间中的相机 在监视器中看到这一幕 陈小春已经有些黑脸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更让他生气 Jasper准备向他人寻求帮助 无果后便一反常态地在屋内大喊大叫 不小心间还弄坏了房间里的道具 看到这一幕的陈小春终于是坐不住 连后续都没看完就直接愤怒地离开了观察室 而当Jasper兰兴致勃勃地把早饭带回去时 陈小春早就在屋门口等候多时 随即便开始一脸严肃的质问 或许是感受到了陈小春在生气 Jasper对刚才做任务的事情 只字未提 不管怎么询问 都只是说去吃早饭了 期间他甚至好用委屈的眼神 望向了一旁的摄置符 希望这个时候有人能出现帮忙 看到儿子依旧没有说出实话的迹象 再三质问后的陈小春终于忍不住爆发情绪 直接一脚踢飞了端来的早饭 这一幕吓得Jasper愣在原地一栋不敢动 与此同时还要接受来自陈小春狂风暴雨单的责任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后 Jasper心底的委屈也终就忍不住 可即便如此 陈小春还是耐着性格告诉他 比起任务完成的如何 他更关心的其实是孩子是否诚实 等到Jasper承认错误后 陈小春也马上选择送上安慰 必把将他摟在怀中 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先不说这样的教育方式对错与否 但陈小春的教育理念 还是很值得诸多家长学习 后来为了安慰儿子 陈小春还特意找到节目里 重新拿了一份早饭 父子二人间也和好如此 节目播出后 不少人为陈小春的教育理念点赞 这也顺带让他在内娱的身价 长了好几倍 各种综艺节目邀约不断 其实从陈小春和英才儿 这对夫妇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能学到很多 在另外一档育儿节目中 英才儿的教育理念 就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